我現在在看機不可思 太好笑了 可是在飛機上不能笑太大聲 我現在人的肚子超痛 現在呢要從舊金山前往伯克來 天氣超好 可是氣溫才15度吧 涼涼的 夕陽 現在是晚上8點 太陽才要下山 那我現在呢 要去前面這一棟學校宿舍 Check in 啦 我自己一個人住樓中樓嗎 客廳 餐桌 廚房 浴室 然後我的房間 好冷喔 現在才12度而已 然後早上7點 他們狂施工 好累喔 這邊呢是UC Berkeley其中一間學生餐廳 那它是採Buffet的用餐方式 在門口可以看到當天的菜單 早餐的價錢是11美金 那如果有買Meal Plan的話會更便宜 午餐大概是13美金 晚餐呢是最貴的 快要16美金 但是食物非常的多樣化 我現在呢在Memorial Glade 正在舉辦Welcome Reception 是辦給新生的歡迎會 提供簡單的輕食一些學校的資訊 也有設計一些遊戲讓學生互相交流 認識新的朋友 這些維他命看的我眼花撩亂呢 這些維他命看的我眼花撩亂呢 沒有做功課的話根本就不知道要買什麼 UC Berkeley有提供一些服務 如果你有遇到一些狀況的話可以使用 像第一個服務就是 從天黑到凌晨3點可以使用Bear Walk 會有專門的人陪你走到目的地 第二個是 學校也有夜間巴士可以搭乘 第三個呢是點對點的專車接送 那詳細資訊呢 都可以上UC Berkeley的網站上查詢 這邊晚上有一些區域 其實不是很安全 那會建議最好都是結伴成型 要不然就是在太陽下山以前 回到宿舍會比較安全 那我自己這幾天在UC Berkeley附近走動 看到的遊民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那People's Park 主要是有名的聚集地 就是最好不要在那附近顯晃 或是避開那邊走會比較好 甚至還有大家看見 在哪兒 又有密集地 去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